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其实我私底下喜欢的衣服风格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复古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复古的衣服 反正只要那件单品呢 上面有一些复古的元素 比如说珍珠啊 然后像这种蕾丝啊 或者是一些漂亮的刺绣啊 花纹啊什么之类 或者是那种宝石珠宝之类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这样 然后这一次呢我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呢我就是受到了一个品牌 叫做Simple Retro的邀请 有一天寄信来跟我说呢 我很适合他们家的衣服 他想要就是寄几件衣服来给我试穿看看这样 一试成主顾 你们大家给我上那个官网 现在立马进去那个官网看 每一件衣服都是我的菜 我跟你讲我挑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就想说算了 因为也不知道品质是怎么样嘛 所以我就挑个三四件 然后想说先寄来 然后我先试穿看看如果真的不错的话呢 我再跟大家推荐这样 哦殊不知我给你讲 太喜欢太喜欢 我就跟他们那个公关讲说 OK那没关系我可以先拍 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太喜欢你们家的衣服了 以后就是有机会你可以再寄来 今天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呢 就是秋天我觉得很适合的一些 复古风的穿搭风格 有几件是他们的单品啦 然后有几个呢我也会融合就是 就是我近期也有收到其他家的衣服 以及我自己的私物这样 然后我把它统整出几个风格 来给大家参考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从第一套开始吧 好那首先第一套衣服呢 就是我身上这件衬衫 你们是不是已经看很久了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件衬衫完全就是我的菜 我那时候静观网第一件就是向重这件 我就是对他一见钟情 他整个衣服不管是版型也好啦 还是做工啊 然后呢以及他正面的这个蕾丝边 还有这个百折的设计 我都超喜欢 那你如果就是想要再更 你知道更复古一点 就是可以把第一颗扣子扣起来 然后第一颗扣起来 感觉就是不一样 很有气势的感觉 那如果你想要稍微休闲一点的话 就是可以把第一颗扣子打开这样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脖子已经有重点了嘛 所以我的重点就会放在耳环的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也有戴在我的耳朵上面 就是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也是他们家的 诶 我跟你讲他们家除了衣服好看以外 饰品也是不得了你知道吗 这个耳环呢我也是 哦 超级无地喜欢 大家有看到就是 有没有 珍珠 我只要看到珍珠我真的就是 倒不掉 然后他这个圆圆的大小我觉得就是完全的刚刚好 垂坠度我觉得非常的完美 我虽然喜欢珍珠 但也不要太浮夸 这个就是我的极限 我的极限就到这里 我头发这样放下来就是偶尔走路的时候会飘会飘 看到这个耳环在飘的感觉 是不是很漂亮 除了这个耳环之外 你们看还有这个戒指也是 哦 美帆 这个戒指我真的好喜欢 他就是也是珍珠 然后被配上那个很多条的那种金条 就是串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很复古很大颗的那个戒指 你饰品拿到的时候他会先用一个这个漂亮的盒子帮你装起来 打开以后就是手势盒这样你之后还可以收纳你的手势 他还蛮贴心的就是他每一个手势他会用一个包装袋帮你包起来 而且是有那个风口的 所以你之后就是要收纳或什么很方便就是戒指啊什么之类就是 他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很完美 因为其实我非常喜欢这种复古风的衬衫 就是因为他非常的好搭配 基本上你下半身穿什么都可以 像我这一次就挑了一件他们的牛仔裤 我真的挑到一条命定的复古风牛仔裤 要复古 他有个非常大的元素 他要有一点点微宽 但是又不要太宽 然后他还要高腰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刷色呢 我也觉得非常的完美 而且我觉得他非常好看的一点是他真的很修身 他把我的腿呢就是变得超级无敌直 而且呢他是有弹性的哦 这件裤子还有弹性 然后再来就是呢 我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口袋的设计 因为他这个整个口袋呢 他是做的就是有一点大的感觉 这件裤子真的非常的完美 你上半身不管是穿衬衫啊 针织衫啊 还是什么T恤啊 通通可以搭 然后他也可以搭西装外套 反正他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裤子 因为这个裤子就是既休闲 然后又正式 但我平常私底下很喜欢穿碎花的衣服 不然你是点点啊碎花风啊 如果你曾经去买过古着 买过那种复古风一点 然后有那种微店间的衬衫 妈妈或者是阿嬷的那种衬衫 我跟你讲 搭这件牛仔裤超级好看 真的很好看 大家如果你不知道下半身要穿什么 我跟你讲先买这条牛仔裤就对了 因为这条牛仔裤真的就是买了不会后悔 非常的好搭 再一套呢就是我搭了一个他们这一次的新品是一件浅绿色牛油果绿的西外 我跟你讲今年2020年真的非常流行绿色 我从几月份就开始跟大家讲 我批货就看到好多绿色 所以他们家也做了这种绿色的西外 我最喜欢它什么地方啊 就是我刚刚讲的 扣子 它的扣子是大理石纹路 好好看 你看 复古就是藏在细节里 这种扣子的设计什么之类 就隐藏了一些复古的元素在里面 这扣子真的完全深得我心 有些西外是属于比较休闲感的西外 那像这种西外就是比较正式感的西外 因为它扣子就是有一些金属的部分 会让你看起来就是比较正式 所以呢如果你就是想要上班穿 我觉得这件就是完美好不好 非常完美 然后尤其这个绿色真的很难找到 你去哪里找到这种西外 啊救命哦 它有垫肩 然后版型呢做得非常的好看 我拿呢是XS 那XS就是完全合身的西外 那你如果想要穿有一点Oversize的话 大家就可以往上拿 像我现在如果身上穿这个白色的衬衫 搭这个外套也是OK的 哇不得了不得了 看起来好像什么千金大小姐有没有 再来下一件呢就是这一个 针织外套 没错复古元素呢除了刚刚讲的以外 什么扣子啊蕾丝啊 巴拉巴拉巴之外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雕花 哎呦我跟你讲我对雕花也是爱不释手你知道吗 我只要看到雕花我就会眼睛 登 放很大这样子 哦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审美的雕花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就是有刺绣啦 你看它其实是线 然后刺了美丽的花 然后上面还有珠珠还有珍珠 哇太完美了 这整件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不喜欢的 然后它的这个扣子也是那种复古的扣子 我这个也是超喜欢这种公主的扣子 这公主扣子也是超级美 它真的是有一点厚度 所以我觉得之后冬天要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里面可以再搭那种搭底的针织衫啊 或者是羊毛衣啊之类的 就是郁寒的衣服在里面 然后外面再穿这件就是保暖 因为台湾根本不会冷 官宝还有另外一个颜色 我本来是想要保色的 但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只选了白色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颜色我可能也会想要入手 然后呢因为这个是V0的设计 脖子的地方呢 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空虚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搭它的项链 没错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项链真的非常的好看 那我这次选的这条项链呢 它是两条链子合在一起 它上面呢是一个爱心 下面呢是一个天使 超漂亮 我跟你讲就是 我自己也是有在爱这种双条项链 因为这个非常方便 就是你不会觉得脖子很空虚 有时候你只戴一条项链 然后你就觉得脖子好像空空的 有没有 所以这种两条的项链呢 就非常适合你穿那种V0上衣 你只要穿任何V0 然后脖子看起来空空的呢 你就可以搭这种项链 那最后一件呢 就是这个 MAG的品牌 那MAG呢 自从成立品牌之后呢 有时候我会收到它的一些公关品 那这一件呢也是它的公关品 MINI MATTERS呢 大家都知道 因为它是153V那种娇小女孩设计的 那如果呢 你是160公分以下 就是尤其是15出头 我跟你讲 完全可以考虑他们家的衣服 因为他们家的衣服就是 我量身为你打造这样 那因为我160的关系 就是有一点小尴尬 就我拿S号 我拿到手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有点偏小 裤子有点偏短这样 BUTT呢 这一次呢 这一件我就觉得很完美 这一件针织上衣呢 它就是有复古元素在里面 就是它的领子我真的非常喜欢 就是MAG他们也喜欢 古镯啊 然后很爱买日本的衣服 那你也知道那种日本复古风 也会有这种很可爱的这种领子 然后像这个针织的颜色呢 也是完全就是我的颜色 然后再加上它在袖子的地方做了那种 蓬蓬袖的设计 所以就是卡在你的那个肩膀的旁边 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可爱的感觉 好的 以上呢 就是这一次的复古餐单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所有商品呢 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选下面的连结 非常感谢这个Simple Retro呢 寄了很多衣服给我 这支影片是没有给他们收费的 不过如果你透过下方的连结 点进去购买的话呢 我会有一点点的佣金 这样子提醒大家好不好 不是珍惜喜欢他们家的东西啦 我就是有点相见赫婉啊 我真的觉得我以后会常常分享他们家的衣服 他们家的衣服真的太好看了 他们每周上新 每一次上新点进去 都有我的菜 我已经默默下订好几件衣服了 好不好 之后会陆续寄来 这已经在那个运送的路上 哦 迫不及待 下次再跟你们分享漂亮的衣服 然后他们家的衣服呢 是可以直接寄到台湾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就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再一一的跟大家回答 然后如果你喜欢哪套衣服 或者是想要跟我分享 哪件衣服特别好看 或者是哪些牌子 也是复古牌子 拜托 快点告诉我 我跟你讲 我买爆它 买爆它 好不好 好啦 最后喜欢这支影片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